大家好,我是董正宗 今天我們要來談談網路賺錢的最快方式 如果我跟你說,我要跟你分享 在網路上保證可以賺到錢 而且是網路賺錢最快的秘訣 只要你照著我的方法做,保證你一定會成功 絕對是最輕鬆、最簡單的網路致富方式 那你會相信嗎? 我相信如果你在接觸網路行銷這個領域 有一段時間或者是說你去觀察的話 你常常會看到類似像這樣的言論 但是其實真的有網路賺錢最快的方式嗎? 如果一有,那就是第一次把事情做對 這個我們稍後再談 但是這邊我要先破除一個迷思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一個方法 那每個人老早就賺到錢了 那那個人老早就文明天下了 所以事實上是有正確的方式 但也許沒有最快的方式 好,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事實上我網路賺錢 我簡單只分為四種狀況 第一個就是有品而且又快的方法 換句話說這就是你有品格 你做對的事情 而且你做得很聰明 這個就是我試著在這些課程裡頭 試著教你的方法 第二個是沒有品 但是又很快的方法 如果是在外頭就是搶銀行 如果是在網路上呢 也許呢就是呢 打一些假的廣告啊 然後號稱說啊 這是最好的最棒的 然後去削一筆 然後就落跑 比如說他賣的東西 他根本就沒有貨品 然後錢收到就落跑 那第三種呢 是有品但是很慢的方法 這事實上呢是大部分的方法 例如很努力的在網路上貼廣告啊 建議自己的部落格啊 然後試著看能不能拉到廣告啊 然後還是什麼的 最後一種呢 是沒有品又慢的方法 個人認為呢 現在打一些垃圾信件的 算是這種方法之一 據來講 例如說濫發垃圾信件 又沒有人 又沒有人在看 那如果是在現實生活中 可能就是 例如說 有沒有接過 例如說 打電話給你 然後賣你保險 或者是 要你去補習 而事實上 你根本沒有授權他 你也根本不知道 你的電話碼 為什麼會洩漏給他們 事實上 這是沒有品的方法 而且事實上 也是比較慢的方法 所以呢 基本上 什麼叫錯誤的方式 網路賺錢錯誤的方式 就是沒有品的方式 就這麼簡單 所以呢 我在這邊建議你 不管怎樣 你在網路上要賺錢 絕對不要 游走法律邊緣 或者是 直接就做一些 違反法律的事情 例如說 去盜用別人的版權 等等的 但是啊 正確的方式 是有的 而且是存在的 絕對的 因為已經有很多很多人 在網路上賺錢 特別是在國外的市場 但是呢 正確的方法 有分快或慢 快跟慢的差別啊 差別在很多地方 包含你個人的心態 個人的特質 還有個人的技術上的背景 還有個人的人脈 還有你是否在網路上 經營的時間場館或熟悉程度 但是正確的方法是有流程的 是存在的 真正的差別呢 是個人在使用這些方法上面的聰明程度 所以 我相信 你在這段日子以來 你如果去觀察一些網路行銷的做法 你會發現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其實都行得通 例如說在部落格賺到錢 行得通啊 或者是推薦別人的產品 也有人賺到錢啊 或者是自己賣自己的產品 也有人賺到錢 各式各樣方法都有 差別就是 你在使用上 你是不是夠聰明 或者是說 有一些獨特的做法 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那這個呢 我們會在這系列的課程中 慢慢的與你分享 但是呢 在這邊呢 我只是先提醒你 不要再去相信 什麼最快什麼的 事實上台灣的市場 比國外的市場 還要難做太多了 因為我們台灣啊 在網路行銷、網路創業啊 才剛開始起步 所以呢 像我這樣子的人呢 願意跟你分享 這樣子的訊息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說 就是希望讓你更快的 更有品格的 能夠在網路上賺到錢 對 是